一般我们提到智慧制造 大概可以分成自动化、数位化 还有智慧化三个步骤 在生产制造的数位化跟智慧化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投入的是在 生产制程的管理上面 所以我们导入了MES管理系统 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设备联网 然后取得即时化的资讯 掌握生产的每一个状态 你要谈到碳中和 要先经历碳盘查 要先了解自己的碳号 先了解在自己企业中 哪里是你的碳排大户 可能是车、水、油、电、清 我们就是先往智慧电表这个方面 去了解自己的碳盘 然后去做相关的电控 电表会吸到每天、每时、每户 甚至每台机器 后来我们才发现说 真正的用电大户 不见得是你以为的生产设备 对我们而言反而是空压机跟冷气 至于怎么管控呢 这就是我们要去落地的地方了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